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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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康榮酸 今集我们介绍一本书 《放下心中的牛》 作者是一位佛教的禅中大师 一行禅师 早前一行禅师跟他的争团 来香港弘扬佛法 举办了一份五日四夜 叫做幸福是此时此地的禅修营 参加的日子有成一千五百人 五日做些什么 原来大家每一日五点半就要起床 接着就要打坐 听一行禅师说佛法 然后就收集呼吸和步行 令自己可以专注 禅修期间大部分时间 都是收集止语 止语是什么 就请大家不要说话 收集好像很抽象 想深入了解 可以看看《放下心中的牛》这本书 这本书介绍一行禅师 称之为正念的收集方法 主要是透过呼吸的训练 去静心观察一下自己的呼气和吸气 通过专注呼吸来摒除集念 体验一下当下一刻 身和心合而为一 原来当你专注于呼吸的时候 是会将自己的心念带回当下一刻 无论你当下是喝茶 吃一口饭 或者走路 你都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所以一行禅师就说 幸福就在此时此地 当你专注的时候 心无习念 自然就会有能量 书里面 禅师提到一个很深刻的故事 讲人痛苦的根源 故事是这样的 在越南流传一个故事 有一个女人 她丈夫就要上战场打仗的时候 自己刚刚就有了小朋友 当丈夫三年之后回来打完仗 她见到家里有一个三岁的小孩 一家团聚在一个很开心的日子 根据传统 她们都会在这个时候 买很多菜 煮很多菜 煮很多菜 就先制造 所以她的太太就说 我现在要先去菜场买一些菜 回来 回来我们就一家 好好地制完祖先 就吃一餐 当丈夫留在家里 等待太太回来的时候 她就去留下小孩说话 她就跟小孩说 你叫我一声爸爸 但小孩不单止不肯 小孩还说 你不是我爸爸 我爸爸每天晚上都会回来 妈妈还要跟他说话 有时还会哭 每一次妈妈坐下 爸爸就会坐下 当妈妈睡觉 爸爸也会跟着一起睡 这位军人听了之后 当然很难过 她认为 太太一定 在她不在的时候 有了另外一半 对她不忠 当太太在市场回来之后 这个军人 就拒绝跟她说话 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太太当然很难过 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短时间 丈夫的态度 会360度改 究竟做什么事呢 这个丈夫在拜完祖先之后 甚至不让太太拜祖先 因为她就认为 你对我不忠 拜祖先是对我的祖先 一个侮辱 之后下来的日子 丈夫早出晚归 不肯回家 每晚就去葡酒吧 借酒销售 搞得一样都不回来 在一个故事里面 这个三岁的小朋友 亦都感到很辛苦 她不知道 为什么妈妈会这么不开心 至于一个军人 为了逃避痛苦 每一晚就去酒吧喝酒 就不理她的太太 当太太不断 受到这些压力的时候 她觉得很辛苦 最后她选择的是 投河自尽 太太走了之后 丈夫为了要照顾这个小孩 一点回到家 有一晚 小孩忽然指着油灯下面 墙上的影就叫爸爸 她说 其实每一天 晚上一刻 当妈妈点着油灯 爸爸就会出现 妈妈会跟她说话 妈妈坐下 爸爸又坐下 妈妈睡下 爹爹又会去睡觉 终于军人明白 原来根本没有另外一个人 只是她太太 为了安抚这个小孩 告诉小孩听 这个影其实就是爸爸 因为这个小孩有一天 问妈妈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有爸爸 而我没有 为了安慰这个小孩 妈妈 晚上指着 墙上的影 说 这个就是你爸爸 为了让小孩 记住她的爸爸 这个妈妈 还教小孩 很尊敬地 向墙上的影 去庆祢 当这个妈妈 有时候感到很绝望 当她很想念 在墙上的先生的时候 她就会跟影说 甚至哭诉自己的思念 和很孤单 久而久之 儿子很深信 那个影就是她爸爸 当然 她坐下的时候 影跟着坐下 她躺下的时候 影跟着躺下 一定理所当然 当然 丈夫知道真相的时候 太前 一行禅师说 这个悲剧是来自误解 来自妄想 想我们反思一下 自己有没有曾经 或者成为妄想的犧牲者 故事里面的太太 犯了同样的错 如果这个太太 和她的丈夫 直言说 其实我很痛苦 我明白 为什么我从街市回来之后 你就不理我 不望我 是不是我做错了 什么错事 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 帮助我去解决 大家的痛苦 如果她太太的请求 丈夫可以很清楚地说明 她可能会和太太说 因为儿子和她说过一些 令到她很生气的事 想了解一下 一行禅师对人生痛苦 憤怒的分析 或者呼吸收集的方法 不妨看看这本 叫做《放下心中的牛》的书 这本书没有高深的理论 说的是一些 日常生活中的苦与乐 和如何转发痛苦去快乐读 只需要几个呼吸 你已经可以感到安静和安乐 无论你对佛教有没有兴趣 相信我 这本肯定是值得一读 懂得放下 自会轻松自在的读文 说到这里 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见 拜拜